张飞除了岳飞之外,还有转身很多次 这一次最深入我们人心,至少现代人只认识岳飞 那么在这个前后呢,关公为什么T位高 因为岳飞抗金嘛,抗的是清朝等于是 这些宠族后裔都有关系 所以说,写历史的人,当政者,他不可能说再鼓励你弘扬岳飞 当时的民族,那我们还是以中原为自己 那清朝统治之后呢,他就是自我为中心了 所以这个过渡的也不延伸 之后就是关公又出现了 我们说说这个杂谈 说说这个毁谤神佛 说罪啊 这个什么杂相罗尔啊 这个撕毁经书啊 这些,虽然说也定罪 甚至这个 看我们音律,只在玉利宝钞 还有这个什么,这个道跟佛 在下界,这个所管辖的这个福啊 地下,都是相通的 我们历史上都有这个典籍记载 过来人,然后说的这些故事 他亲眼所见,亲身经历 那么,说到哪儿算哪儿 这个,现在讲这个西游记 说,动不动 就是上界也有这个顺利 也有互相的关系拉拢 包括唐僧取经 都是有目的性的弘扬佛 弱道 实际上,佛道最终 根本一定是天地自然当中的 演化是出来的 根是一样的 这我们就先不说 佛道之争了 那千年都有 那么,然后 这个新解的这个西游记啊 老是在说这些东西 拿人的这个道理 思维去阐述 当然道也在集中 但是有点过度的 过度偏激的理解 所以说到 甚至说如来怎么怎么不好 那有一次 我就看这个 我还转发了 要知道这个属于传播 这个歪风邪气 它不是正解的话 结果当晚我就看到这个如来 在很远的地方 看着你 就在空中啊 非常大 非常,也是很震撼的 然后 就也不用多说话 你知道自己犯错了 那个时候就 说到看到这些 我们之前说过 天上有这个看到海市蜃楼 甚至拍下来这个 除了龙以外 有天兵天将 这种奇特的现象 有南天门 还有呢 有一次这个我们看的最真切 就是因为有些人看到了 它没有记载下来 包括什么外星人啊 飞碟啊 都是这个概念 野人啊 当然地球上也有的 这个就说起来很玄幻 实际上 尤其地上的都是正式存在我们 可观的 只是人类没有发现到 包括海底 你看海好像 就是都是鱼嘛 大不了鱼别下降 就这几类 加上什么贝类啊 什么东西 实际上海底的生物 那要比陆地多得多 尤其深海 我们没有怎么发现几重 人类还是未知的太多 那我们前面说的这个天空异象 就是古台山呢 这个文书 菩萨他所谓显像 那显的是一团云 那有的人他看到过之前别的时候 有这种佛的像 这个云彩的样子 或者是虚拟的一个 就有那么一个框 这个人形 那一次他这个云彩 是一个圆柱体的 一开始有点彩虹 没有什么 后来越转 就是像龙卷峰一样 出现那种 非常震撼的那种画面 他一定是很多人在底下 他有一定表示的嘛 很难 反正科学也解释不了 我们继续在